生活中,我们经常羡慕别人运气太好,抱怨自己运气太差。 那么,什么是运气呢?运气又是怎么来的? 斯坦福大学蒂娜·奇利哥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一个观点, 运气被定义为显然有偶然原因导致的成功或失败, 但偶然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握的。 通过多年研究,奇利哥教授发现了五种每个人都可以把握的偶然事件。 当你觉得运气不好的时候,不妨来试试这五个转运的方法。 1.大胆尝试跳出心理舒适区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花盆效应。 指的是人如果在舒适的花盆中待久了, 就会不思进去,安于现状。 若你满足于当下的舒适,乐于躺平, 最终就会沦为温水里的青蛙,慢慢被淘汰。 勇于突破舒适圈,你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 主持人倪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话剧院工作。 他出演了很多电影,凭借精湛的演技, 很快就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 就这样过了九年,随着年纪渐长, 他的演出机会少了很多。 本来靠着资历,他仍可以在演艺圈过得很舒服。 但倪平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为了发展,他果断放弃了演艺生涯, 选择踏入从未涉足过的主持领域。 1988年, 倪平独自奔赴北京,成为央视实习主持人。 在央视前两年,他一直埋头学习,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1991年,他被央视领导看中,受邀担任春晚主持人。 由此开始,倪平逐渐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最终成长为连续十三年主持春晚的央视一届。 很多人都说倪平运气好。 殊不知,若没有他的勇敢突破,主动走出安逸, 哪怕有再好的机会,他也抓不住。 美国作家斯宾赛约翰说, 生活永远在变化中,而变化就意味着危机。 享受惯了舒适,人也就成了呆子, 最终将一事无成。 人生变幻莫测,永远待在舒适区, 只会让自己在一潭死水里变得平庸。 当生活的风雨来临时,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想要好运气,只有拒绝安稳, 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主动改变,勇于破圈, 才能将每一个危机都转化成你未来的机遇。 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会感恩。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窟里, 有个喜欢足球的男孩。 由于买不起足球, 他整天就在巷子里踢气水平。 有一天, 一位足球教练路过, 发现这孩子踢得有模有样, 就送了他一个足球。 男孩得到足球后, 非常高兴, 从此踢得更加迈进。 这年圣诞节一大早, 男孩就拿着一把铲子跑了出去。 他来到教练屋前的花圃里, 蹲下开始挖坑。 快挖好的时候, 教练从屋里出来, 惊讶地问男孩在干什么。 小男孩抬起头说, 教练, 圣诞节到了, 我没有钱买礼物送给您, 所以就给您的圣诞树挖一个树坑。 听了这话, 教练将小男孩从坑里拉上来说, 我今天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明天你到我的训练场去吧。 三年后, 这位17岁的男孩在1958年世界杯上, 率领巴西队第一次捧回金杯。 一个原来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 贝利随之传遍世界。 小贝利用自己的感恩之心, 换来了教练的喜爱和培养, 最终成为世界囚王。 宫崎俊说过, 在茫茫人海中, 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 只有怀一颗感恩的心, 你才能拥有一生的爱和幸福。 人生最大的幸运, 莫过于有人助你攀登更高的山峰, 引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运气都是人品的积累, 要做事先要学做人。 心怀善意, 学会感恩他人, 当你常常感念别人的好, 所有的好运, 最终也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 三, 提升认知, 保持开放心态。 心理学家桑斯坦曾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信息检防。 当一个人完全屏蔽外界信息, 只能接受单一观点时, 就会像残检一样, 把自己越包越紧, 最终寸步难行。 很多时候, 耽误你的不是时机和运气, 恰恰是你内心的保守封闭, 始终保持开放心态, 不断开拓自身的边界, 才能将好运收入囊中。 在一个金融资媒体达人创业分享会上, 有位嘉宾聊起一件往事。 几年前, 他跟新东方总裁于敏洪有过一次回面。 说完正事后, 闲聊中, 这位嘉宾突然想谈谈自己对教育行业的看法。 这时, 于敏洪让他等一等, 说着便转身去办公桌上, 拿了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 而于敏洪在那个本子上记录了满满三页纸。 这位嘉宾感叹, 明明在行业内已经碾压别人, 但于敏洪对待他人, 却不是否定和批判, 而是虚心讨教。 当你能够源源不断地摄取新的知识, 你的视野与能力也会随之提升。 就像于敏洪所说, 见识是可以不断提高的, 前提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愿意接纳身边人和时所产生的知识。 时代在发展, 停止学习的那一刻, 往往就是一个人被淘汰的开始。 很多时候, 所谓运气, 其实都是知识与经验的积累。 你只有不断更新和进化自己, 维持绝对竞争力, 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去兜住好运。 四、控制好浴室的情绪, 保持平静。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走路不小心和别人撞理下, 嘴里立马骂骂咧咧, 与人恶语相讲, 与人相处稍微有点小摩擦, 脸立马沉下来, 说话以阴阳怪气, 生活中只要遇见麻烦, 就吹胡子, 瞪眼睛, 不停散播负面情绪。 任何鸡毛蒜皮的事, 都能让他着急上火, 最终让小事变大, 引发一系列恶果。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 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欲试能够克制, 稳住那些可控的90%才能见招招招, 化险为宜。 博主安下出入职场时, 曾参与过一场产品发布会的执行工作。 在开场前半小时, 他们遭遇了突发状况, 一位演讲嘉宾因形成临时变动, 会迟到半小时。 眼看发布后, 马上就要开始, 大家都充满焦虑, 不知所措。 只有领导一言不发, 并在思考片刻后, 迅速对工作进行重新部署, 他先让同时与嘉宾联系, 确认到场时间, 而后让人告知媒体, 请其留意现场变动, 及时更新通稿。 完成这些后, 他立即调整演讲顺序, 恳请其他嘉宾配合。 在他的冷静调度下, 所有人分工行动, 最终活动也得以顺利举行。 作家米贝尔说, 有田径的心灵, 才能够把握自己, 有稳定的精神, 才能够指挥自己。 生活像一场拳赛, 学会冷静, 才能有条不紊地解决所有麻烦。 一个人的运气, 就藏在他的遇事反应中。 大事要尽, 急事要缓, 冷静处理, 在棘手的事, 也会迎刃而解。 五、放弃侥幸, 不觉差不多思维。 曾任密歇根商学院主管的汤姆康奈兰, 写过一本书叫《百分之一法则》。 书中, 吉姆是一个篮球教练, 为了提高团队成绩, 开始研究优秀运动员脱颖而出的原因, 他投入了大量精力, 计算分析各项比赛的竞赛结果。 最终他得出一个惊人结论, 在任何比赛中, 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平均差距总是在百分之一之间, 绝大部分的输家往往都只输在了百分之一上。 而很多看似平运级获得的胜利, 比如最后十个的绝杀, 其实都是因为做好了每一个百分之一。 生活如同球赛, 任何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有人曾问著名建筑师密斯德罗,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他成功的原因。 德罗想了想说, 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 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 细节是他秉持的最高准则。 在很多同情觉得差不多的地方, 他都要精雕细琢, 直到自己百分百满意。 在设计德国国家剧院时, 他曾耗费数月, 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的测量距离。 他根据得到的数据, 决定每个座位的摆放方向, 大小和倾斜度, 以求得最佳的视听效果。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让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堪称完美。 他也因此得到了大量机会, 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 最终成为举世文明的建筑家。 道德经理说, 天下难事, 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 必作于习。 做任何事情, 都要从小处着手, 认真对待, 精益求精。 唯有一步一脚印的不断雕琢, 才能真于完善。 杜绝差不多思维, 凡事做到极致, 哪怕是最平凡的小事, 你也能发现不一样的机遇。 钱中书曾说, 没有无缘无故的能力,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 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 也没有谁生来就运气爆棚。 所有突如其来的运气, 不过是在因上付出了努力, 并在果上得到了回报。 做好这五点, 敢于尝试, 保持成长性思维, 不断提升做人做事的格局。 用心对待每一件能够把握的事, 运气往往变回不倾自来。 愿你我都能打磨好自己, 将好运牢牢地抓在我们的手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